我希望你們不要踩到我那些年踩到的坑 如果你 expect 看完這部video過後 你就拿10個A 你活在什麼世界 我要去 我是兩年前 2018年考SBM 所以如果有一些information auditor的話 Sorry 我老了 這些tips現在就是我以前讀SBM的時候 希望有人 阿哥啊 你這樣子讀書 浪費時間了嘛 沒有用的你知道嗎 我看這種video我會很好奇 做這個video的人的成績是怎樣的 所以我的SBM成績是10個A 9個A加1個A 給你們猜 哪一顆就拿A了 給你們3秒 3 2 1 你們是不是猜華語 錯 是國語 所以我SBM拿9個A加1個A 然後那個A是國語 然後for your information 我是讀science的 然後我有拿華語 所以現在從華語開始 名句的分數拿完它 因為你不知道其他部分你要怎樣score 名句精華也不是死貝阿 你要breakdown先然後了解它 每個字是什麼意思 然後就才貝這樣子 就不要死貝 真的 死貝你是走不了長遠的路 然後我以前喜歡用flash card來讀 我不是用紙的 我很環保我ok 然後我也想go 對我就上網找quizlet的flash card 就別人做好好給你了 然後你就可以用他們的flash card 來被你的名句精華 然後概述文章耶 就是你看完那個文章喔 然後你就不要看那個文章 你就假裝你要跟另外一個人講 這個文章大概講什麼 你會講的東西就大概就是重點 我以前就是會很想要把整篇文章都 做寫進去那個word limit裡面 然後分數就是 話語理解文言文故事 就這些比較comprehensive的東西 我都是先看題目然後才讀文章 我就先看題目到底要問什麼 就大概知道我要了解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才會去看文章 for話語理解的話咧 你要假裝你是作者 你就要想為什麼我要寫這個句子 我寫這個句子有什麼用咧 如果沒有這個句子會怎樣 就想這些當你寫作的時候 你會想到的東西 之後你只能wish你跟皮卡老師 是同一個channel了啊 古詩咧 來來去去就是那幾樣 想念親人啊想念家鄉啊 諷刺社會啊風景很美啊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話語作文 這是我個人的作戰計劃 每個人的寫作方式寫作風格 回答技巧都不一樣 我只是想要分享我自己是怎樣寫話語作文的 通常咧我只會寫一論文 我只會寫第四題報 論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我不能寫書清文 天氣很好就天氣很好啊 傷心就傷心啊 開心就開心啊 為什麼還要寫啊 我的formular是這樣子 六段嗎 開頭結尾 然後中間四個名人事例來proof my point 就有兩個是現代的 兩個是古代的 然後現代的一個是從東方來的 一個從西方來的 然後先讀古代 一個從東方來的 一個從西方來的 然後我的話語作文就是這樣子 OK 我們現在要講過語 Noel 你是最好是讀到完 然後考察誒 你只要被tema跟兩三個名牌 其實就足夠 makan了 你就被這個故事 有名牌給beranian 然後你Persolan 你就可以寫 Kberanian dalam menghadapi Dugaan dalam kehidupan Lata masakad 就可以寫 Masakad yang berani Pengajaran就可以寫 Kita masila berani 你就 你其實就可以用一個名牌來打天下好了 然後你的Lata masakad Lata tempat那些就是 你就想回到故事啊 是在哪一個時間 哪一個地點做 Lata masakad 你Persolan malam就可以了嗎 其實 英文咧其實 我不知道給什麼tips 就是要多接觸喔 如果你不想看新聞 就不要逼自己看新聞 比如說男生喜歡看足球啊 運動類的新聞 他們可以看英文版的 足球類的新聞 或者看Beautypie啊 那個gaming channel啊 Tech channel啊 就從那邊學英文咯 我的英文是從小時候玩game學來的 然後女生啊 喜歡化妝啊 喜歡fashion啊 就可以去看那些英文的youtube video 去找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去找他的英文版來看 如果你不知道你喜歡什麼 你可以看你的facebook 看你的instagram 看你的twitter 看你的tiktok 看你的小紅書 那些social media都比你還要了解 你喜歡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會一直post 你會interested的東西來給你看 然後給你 花很多時間在那個app上面的 現在我們來講 Sajara Peper1做巴西的就可以了 題目是Bullard不拉粗 Peper2 干干寫 不要留空 那種可以用logic寫的 GORENG嘛 Sajara的kbap題目 你的腦洞要開大一點 國語 Sajara跟moral的kbap 全部對我來說其實 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 GORENG的時候到 就是你有什麼你就丟進去 然後你就講完 好像你自己很有道理這樣 Peper2 我最喜歡用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用故事 然後第二種是用acronym 我到現在還記得 有一個叫ASMA的人 是在Nabi Muhammad躲在Guato的時候 送食物給他 因為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他就編一個故事 就是講說 那個人 那個ASMA他就帶著氣喘 去送食物給Nabi Muhammad吃 阿比摩哈曼 這是你的食物 所以我到現在還記得 acronym我就是這樣子用 那個題目就問 Apaca Chiri Chiri Tamadon Mesopotamia 然後我就寫 Mesopotamia 這樣spell出來 這個M很像國王嘛 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 Raja Hammurabi 然後這個E 是stand for Epic Gilgamesh 然後這個S 是stand for Serni Bina 然後這兩個O 就畫這樣子 它們是 Rhoda來的 所以 它們就是那個 Berjita案Rhoda 然後這個P 是Berbustaka案 然後這個T跟A沒有的 然後這個M是Mathematic 然後這個A是Astronomy 這樣子 這樣子它問 Essay題目的時候 你就可以輕而易舉的 寫出全部Point咯 Beper tree 就是給你的Handmaster 練Gym的時候 進去考場 就是炒 然後果然 就你有什麼 就O出來什麼 Beper tree 題目出的時候 你就找一間朋友 然後你們一起找資料 然後一起把那個資料 就跟著Topic分 就把Usaabrananchara Strategy全部都放在一起 然後有這個題目了 然後你就放這個頁數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你考試的時候 你就不用Panama吃了 For Mx Basic很重要 你看那個題目很難 這樣子 其實它就轉來轉去 然後要你做Basic的東西 罷了 現在講起來是容易啊 可是其實是蠻難的 去做別搜的Pasier 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因為Mx很難 所以他們就抗拒 然後就進去考場 然後就睡覺這樣子 就不要因為它難 而去抗拒它 你會發現到 後來人生會有很多更難的事情 你就要想 就是因為Mx難 它很有挑戰性 你就要更加努力突破自己 去闖過這一關 你只帶Basic的知識進去考場 好過你什麼都不知道都進去 Physics 它就這樣開始作答的時候 你就把你頭腦的formular全部寫在那方面先 這樣子你就不怕你突然間到一半 忘記formular Physics paper tree 你只要記得 Manipulated variable 然後responding variable 然後你進了那個diagram 你其實就可以打天下了 Chemistry 你要接受Chemistry 它有一些東西 這樣子就是這樣子了 我Chemistry很多東西都是 被marking scheme的東西 然後進去就是拿粉 我讀A-level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就這樣 Marking scheme is the key to success 你跟著marking scheme走就對了 可是除了marking scheme之外的東西 你可以加你自己的explanation 因為marking scheme 會一直被update的 然後marking scheme 錯我們也不知道 Chemistry還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就是要你一個一個去背的 其實你其實不用去背它們 就它頂多是出來Paper 2 一本 或者Paper 1 objective 出一題這樣子 或者甚至什麼都沒有 你就不需要花這樣多時間 在那些比較細節的東西 你應該花多一點時間 在Paper 2 他們經常出的那些concept Biology 我知道我有很多朋友 很討厭到Biology 是因為他們要背很多東西 是因為他們要背很多東西 Biology你可以用各式各樣的 那種 diagram啊 flowchart啊 來幫助你記得一個process 你還可以看video啊 去找你喜歡的方式來讀Bio 像我這個朋友咧 就喜歡教他的狗讀書 要背一樣東西咧 主要就有分成三個step 第一個step就是understanding 就無論你要背什麼 記得什麼 你一定一定要了解先 你了解哦 你才能記得嘛 然後第二個step就是active recall active recall 就好像末寫這樣子 你就讀了 然後你記得它的重要的point 然後你就關起來 然後就拿一張fresh new paper 你就從你的腦袋 generate出那些point出來 這個就是active recall method 你active recall一次啊 好過你一直passive input 一直重複讀那一面十次 第三個step就是space repetition 你不可能今天背一樣東西 你下個月還記得的嘛 所以你就要分時間分時間來 一直重複問其他 你今天active recall了齁 你下個星期又再active recall多一次 然後過後兩個星期過後 又再active recall多一次 然後過後一個月這樣子 你這個cycle一直轉一直轉 你很多東西就會自然而然的 留在你的腦袋上面 我覺得moral的marking scheme 像女人一樣 捉摸不透 最普遍的就是 Nilai Batangojava跟Nilai Rational 然後 有時候題目就很狗 我就講個jolly Nilai Batangojava Nilai Rational 就靠logic唷 然後用就是goring唷 Definity唷 要記得 不是因為你會用到他們 而是為了要避免用到他們 Moral那些kebab的東西 不要怕錯 敢敢goring唷 就是講幹話唷 我一個朋友講 Moral Calvin 不代表你是一個有moral的人 而是你講的幹話 剛好 就在那個marking scheme裡面唷 現在我們來到commerce的部分 我不是commerce的學生 這些都是從我的commerce朋友 那邊 他給的第一個tip唷 就是你做account的時候 你在心裡默念 em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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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後就能embang了 em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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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做的時候 你不要質疑你自己 如果你到一半你就覺得 這樣子好像不能embang了咧 然後你好像錯了咧 怎麼辦 哎唷 到最後一定不能embang了啦 這樣子做只會讓你的心更亂 然後讓你更加不能算出對的東西 然後econ 他給的tips就是這樣子 寫essay的時候咧 你覺得你自己很厲害 你就把你自己當政府 什麼東西 你說了 就算 但是自己的信心 非常重要 其實全部坑勿啊 就多做巴西 多看marking scheme 多做練習 上課的時候要聽咯 不會要問咯 要做功課咯 然後要分配時間咯 要這裡讀書咯 這些都是common sense 我現在推薦幾個brand的參考書 就如果沒有這些參考書咧 我SBM是吃草的 success Oxen Fajja的success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還有Oxen Fajja的書 其實全部都不錯 SBM的巴西爾一定要咯 然後MRSM的巴西爾 還有SBB的巴西爾 還有別州的巴西爾 paper 然後最後我要跟全部SBM的考生講說 現在你們SBM延遲了嗎 就不要因為它delay了 所以幾乎鬆懈下來 然後在這段時間也不要太壓力 就不要講說 我有更多時間在家裡 我應該 我應該花更多時間讀書 一個人的人生裡 平衡是很重要的 Balance and moderation is key 你除了讀書以外 你也要做你喜歡的東西 成績真的不代表一切 不要讓你的成績而 define you as a person 你身為一個人 你除了成績之外 你還有更多更多的features 是值得被看到的 是值得被develop的 But in reality 事實是殘酷的 你沒有文憑 很少 我不是講沒有 還要看你做什麼行業 很少人會看你的文憑 他們會先看你的文憑 先 然後再看你的文憑 不 他們會先看你的文憑 再看你的文憑 世界一直都在變化 唯一不變的就是改變 所以你們要學習懂得隨機應變 因為沒有人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不知道教育局明天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就現在我都看到Junior的課外活動都是在online上的 我是覺得蠻慶幸的啦 我們也是一批很早接觸到這些technology的人 就我希望你們善用這些technology來充實你們自己做更好更有意義的東西 你學習的開心最重要 現在新聞是講說要開學會了吧 所以就好好享受你在中學的最後一年 for my personal experience 我為SBM準備的那段時間是非常美好然後非常充實的 可是如果你要我回去讀 no thank you啦 哈哈哈 就因為那個時候的我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然後身邊的朋友也同時在為同一個目標而前進著 那種感覺是 就那個時候感謝身邊的朋友我的風範是過到很開心的 現在我要也回不去了啦 所以要好好enjoy你在中學的最後一年 你們還記得我的那個認識華越樂器的那隻雞嗎 它開店了 然後他每每每有良素的衣服去支援一下 非常感謝咯 台灣 boo 阿哥啦 你這樣子讀書 浪費時間吶沫 沒有用了你知道嗎 我看你了